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团团传项目 我们上一节课主要讲了一个商户列表的一个展示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主要是按木模型来进行一个操作 添加实体 然后发起操作 然后进行数据有了之后进行界面的一个更新 然后 然后事件 用事件把这些联系起来 我们用到了一些公开库 我们今天讲主要是讲一个商户列表 它的图标的一个图标的一个异地下载 异部下载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 我们在获取图标的时候 这里边 我们是在主线程 主线程中发起的一个网络操作 这样是一定要在项目中进行杜绝的一个事情 因为会引起用户的一个体验 界面会非常的卡 如果网络慢的话会非常的卡 所以我们单独写一个 单独加一个 异部下载的一个类 我们在新闻队 我们在新闻阅读器的时候呢 已经加过 已经加过这个 加过这个类了 叫 download 它就是一步下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 就是设置我这个商户图标的一个下载的 我们看它里边怎么实现 我们这里边设了一个内存缓存 就是在字典里边缓存我们的一个图标 看一下我们设了一个静态的一个全局 静态的一个实体内 静态 这里边呢 我们设了一个对联 操作对联 并发数呢 我们设置整次 取消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操作取消掉 设置图标的设置商户 这是发起一个网络操作 我们首先呢 看这个我们加了一个根据它的ID 来进行文件的一个命名 防止重复 然后突变缓存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缓存呢 都会放在一个统一的路径下面 就我这里边定义了一个 一个这个路径 我们项目里边所有的一个文件的存储 我们都放在这个路径下面 方便我们进行一个管理 这是图片的一个缓存 这是商户呢 所有的图标 我们都给它加一个前缀 方便我们看哪些是商户的一个图标 我们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创建出这个目录来 如果本地我们有这个 缓存里有这个文件了 我们就不用再从网上去下载了 如果没有呢 我们要去网上去下载 下载的时候 我先给这个微游设一个默认图 然后这里边 这里边我取了一个默认图 看一下它的一个 default icon 就是大众点评的一个图标 这样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从网上下载 网上下载呢 发起一个异步操作 operation 这里边是具体的一个 在紫线程中进行下载 我们可以设一个断点 首先呢 下载的时候 我们获取一下 我们会缓存的一个路径 下载完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图片缓存到本地 这是缓存到本地 缓存到本地之后 我们再发送一个通知 注意啊 如果是在紫线程中 要通知主线程 进行界面更新的话 一定要在 要调用这个 在主线程中发送通知 send a notification 我们这里面定义的一个红 就是发送通知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红 这样我们的一个一步下载的商户列表图标的一个操作就完成了 我们再看我们的一个sale如何来更改 我们这里边首先要注册一个通知 init sale 我们首先调用一辆鸡肋 我们首先调用一辆鸡肋 然后redist modification 上户icon 一个通知 i can down load 好 我们这里边 看一下 i can download 我们这里边发送的通知是在这里发出的 这里边是发送通知的 啊 id 我们在我们的我们在我们的网易新闻阅读器上一个项目中呢 我们也用到过 也用到过啊 看我们这里边我们也用到过图标的一步下载 其实是我们上一个项目的一些功用类 我们可以直接拿过来直接用的 就把这些常用的操作我们就可以放到我们的公共库里面 其实就是这些 i can download 看一下 商户info 然后把我们刚才我们这里发送我们这里发送的这个info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商户实体 然后具体的数据呢我们就放在data里面 我们这里边如果两个id一致的话我们就设置这个图标 否则避免我们把图标给弄混了啊把这个的图标设在另外一张一张图上一张界面上了 这样我们就是为了用这个id进行一下判断的 好 我们这里注册通知呢还要记得 再销毁一下 注册完之后remove掉 如果销毁了之后remove 我们这里边啊 这里就完了我们这两边如何发起这个请求呢 这里边就不这么写了 fsdownload的我们把投文件先加一下 fsdownload set商户info 这里边image为有就是我们设置图标的 看一下 啊这样我们就一步完成就完成了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我们如果不缓存的话 我们这里边如果不进行缓存的话 每次都会去从网上进行一个获取 先看一下 进来 我们先看本地有没有啊没有的话你就发起这个操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 商户这个获取图标是在紫线成种 看我们下这是在紫线成种 进行一下获取 把它去掉 把它去掉 看我们这里首先显示这个图标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崩溃掉 其实看一下哪里写错了 now the famous download 看一下我们这个函数是不是没有 now the famous download 商户 我们看一下它 嗯 the equal to string 啊它是najmo najmo 类型的这里在我们比较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在这比较的时候出错的 它不是一个Stream 所以我们这里边不能用我们 不能用我们没有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 我们看一下Info BaseInfo Info.id 它其实是一个Number类型的 我们可以直接用它比较 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下改变 我们把这个类 把我们的获取Model的时候 这里边做一下 Tag 这样它就是一个 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边 Along类型 这里边把它改一下 或者我们直接用 YSNumber ID 次重外流 再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获取数据的 它现在就是字符串了 我们最好转换成字符串 因为整数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超过范围 所以我们还是用字符串进行一个比较 我们这里边就是一个异步 它这样就非常的一个流畅 它不会再卡了 我们这里刚才有一个图片缓存 我们把它我们再启动 它其实还是从网上下载的 下载的图片 看这里边还是下载的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这里边去掉 就是下载一次就足够了 我们下一次就不从网上再取了 好下载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看这时候我们再取是不是取得本地的一个图 看这时候就是从本地取的这张图片 就没有再发起网络操作 这是本地缓存的一个概念 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界面的一个卡 好 这个图标的一个一步下载 我们就讲完了 首先讲的是一个图片 一个单独的一个下载的一个类 我们加了一个 还有进行文件操作的时候 我们写了一个工具类 本地缓存 这个fx 其实是一个工具类 我们加在工具里边 我们放在我们的公共库里边 在各个项目中 我们都可以拿过来直接使用 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写文件 删文件 进行拷贝的 还有一些计算大小的 这些都放在公共库里面 就可以直接直接用来使用 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个图标一步下载 就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一个用户体验 防止在滑动或者操作的过程中 进行一个界面的一个卡 影响用户的一个操作体验 今天讲的课程呢 图标一步下载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